三番市估值观朱家文4月9号首次开直播 向业主讲解近期疫情发生后居家令下 房产税缴交的变化 以及政府其他资金援助措施 因为目前市府正处于关门的状态 朱家文提醒业主可以前往网站支付房产税 不必像往常一样前往市府的估值观办公室 网站需要登陆的则是三番市财政观办公室 非估值观办公室 对于延期到5月4号 仍然没有资金支付房产税的家庭 只要证明是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所导致 三番市也有出台政策 可以让这部分业主豁免缴交 另外朱家文提到 加州已经与200个大型银行达成协议 无法支付房屋贷款的家庭将予以90天的宽限期 期间银行将不会收取持交罚款 同时他提醒联邦2.2万亿元纾困计划 所发放的资金即将到位 收入在年薪75,000元以下的个人 可获得1200元现金 最早一批收到的将是 今年已经报税的纳税人 最快的下周就会在 报税的银行账户中收到款项 最后是我们下周就会在年薪的家庭 是一种傭物的家庭 我们下周就会在年薪的家庭 我们下周就会在年薪的家庭